警方通报称 7月22日移着将自驾车队自敦皇室出发 未经批准穿越若羌境内保护区 26日一车四人失联 27日发现失联车辆 三人无生命体征 不久 最后一失联者被找到时 已不幸遇难 据说此次穿越罗布泊无人区的是九辆越野车 他们通过网络联系道的组织者 驾车从敦皇周边的阿克赛信进入 绕过自然保护区卡子和敦皇亚丹景区公安检查站 私自进入罗布泊野骆驼保护区既危险的无人区 此次穿越可以说是非常业余 车队只带了两天的油料和食品饮用水 根本没有任何救援准备 而他们带的两部卫星电话 有一台竟然是坏的 这导致首尾不能呼应 前车和后车无法联系 进去无人区后不久 最后一辆车阴抛锚困在了沙漠里 前面的车辆竟然一直未发现 扬长而去 后来一辆皮卡车发现有一辆车未跟上后 报告了组织者 组织者吓得不轻 知道如果找不回失联车及人员 自己脱不开责任 又怕其他人员继续被困 决定独自驾车返回救援 由于沙漠腹地地表温度超过了70度 天气异常炎热 带得饮用水不多 抛锚车辆中的二男一女不久就出现脱水情况 情势向非常不好的方向发展 组织者返回寻找吊对车辆后 其独自驾驶的皮卡车也抛锚了 导致非但未救出被困者 自己也被困在沙漠中了 组织者见此情况 决定徒步去寻找并和吊对车人员会合 但是没人能战胜无比恶劣的罗布泊自然环境 最终组织者在徒步途中被高温缺水击败 脱水而亡 前面几辆车在快驶出无人驱使 发现组织者和另外一辆车都未跟上来 也无法取得联系 无奈之下他们来到敦煌亚丹景区公安检查站报警 寻求警方协助搜救 警方警方没有怠慢 立即调动了数十辆车 携带燃油 饮用水进入罗布泊腹地搜救 经过一天的不间断搜寻 终于在敦煌和新疆交界的罗布泊腹地发现了被困车辆 但越野车上两男一女已失去生命特征 另外一人仍在失联状态 东黄方面和新疆方面通过继续搜救 在越野车附近几公里地方发现组织者也已经遇难 据知情人讲 这几辆越野车的自驾者都是四川人 互不认识都是90后 家境殷实 但是他们对穿越沙漠无人驱太盲目自信 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点经验 包括组织者也没有经验 凭着胆大就进去了 根本没有做好充分的物资和救援准备 酿成了一起不该发生的悲剧 罗布泊不是威严耸听的死亡地 在罗布泊死亡的案例实在太多 而且有些失踪人员现在都还没找到 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专业的穿越准备和后援力量 无论谁去基本都是一个死字 来看看罗布泊无人驱的环境恶劣程度和专业穿越要求 罗布泊无人驱位于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 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沙漠之一 环境极其恶劣 以下是穿越罗布泊无人驱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极端气候 罗布泊无人驱气候干燥 夏季高温可达50摄氏度 冬季则寒冷刺骨 温差极大 穿越前要做好气候适应准备 携带合适的防晒霜遮阳帽保暖衣物等 缺水和干旱在无人驱行车时 缺水是最大的挑战之一 务必带足充足的水源并随时补充 另外注意预防干旱导致的皮肤开裂 眼睛干涩等问题 沙尘暴和风沙 罗布泊无人驱经常出现强烈的沙尘暴和风沙 天气能见度极低 在这种情况下 不要继续驾驶 及时停车并设法寻找掩蔽处 避免沙尘进入车内或人体呼吸道 寻找可靠的导航工具 在无人驱迷失方向是常见问题 使用可靠的导航设备 必须是带有实时卫星定位功能的GPS系统和卫星电话 并提前下载相关地图以备离线使用 车辆准备和维护 穿越无人驱需要一辆足够强悍的车辆 必须是四驱硬派越野车 在出发前彻底检查车辆的机械状况 包括轮胎、刹车、电池等 还应戴上备用轮胎、工具箱和救援装备 食物和紧急药品 带足足够的食物和能量补给 因为罗布泊无人驱附近几乎没有人类居住点 补给十分困难 此外 携带急救包和必要的药品 以应对可能的意外情况 安全通信 在无人驱行车时 与外界保持良好的通信非常重要 每个车必须携带一台可靠的卫星电话或对讲机 确保可以及时联系救援或亲友 尊重当地规定 遵守当地政府和保护机构的规定 了解并遵守罗布泊无人驱的相关规定和限制 没有审批严禁私自穿越 尊重当地文化和环境 不破坏自然资源 不干扰野生动植物 在穿越罗布泊无人驱之前 请确保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包括了解路线、气候、车辆和安全知识 始终保持警觉并随时注意周围的情况 以确保旅程的安全与顺利